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1 在这非常感谢大家 维生素1缺乏的症状 1.红血球易破损 维生素1缺乏可能导致红血球寿命缩短 进而引发溶血性贫血 新生儿和早产儿是最容易受影响的高危险群 2.溶血性贫血 维生素1缺乏会导致自由基损害红血球的细胞膜 使红血球破裂,造成溶血病症发生 当孕妇缺乏维生素1时 胎盘输送给新生儿的维生素1会偏低 使新生儿和早产儿的血液中维生素1不足 进而使得幼儿血球较容易破裂 发生贫血并可能间接引起黄胆等情形 3.不孕 维生素1具有维持细胞膜结构的作用 可以避免细胞膜遭到破坏 当缺乏维生素1时 经细胞或卵细胞较易破裂 造成无法顺利怀孕 当因为缺乏维生素1而导致的不孕时 摄取维生素1后能够提升精子和卵子的品质 进而增加怀孕的几率 4.神经病变 维生素1缺乏症会引起神经系统的疾病 可能是因为水磷脂的结构 和功能上的改变引起炎者神经的电脉冲 传导不良所导致 除了供给失调以外 缺乏症还会使得周边神经病变 疾病、视网膜病变以及免疫反应受损等状况 吸收与代谢的异常造成的维生素1缺乏症导致这些问题 维生素1缺乏症较为罕见 维生素1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 它主要借由脂质运输系统进行吸收 当脂肪吸收或代谢受阻时 维生素1的吸收就会受到影响 造成维生素1缺乏 此外 脂肪泻、胆管阻塞 脂肪吸收不良和胆质抑制肝脏疾病等 也都会导致维生素1缺乏 维生素1是一种重要的脂溶性维生素 它具有维持细胞膜结构 保护细胞免受氧化伤害 维持免疫系统健康等功能 维生素1缺乏症 主要是由于饮食中维生素1含量较低 脂肪吸收不良、胆质抑制、肝脏疾病等因素所导致 对于代谢遗传异常的患者 他们需要摄取更大量的维生素1来弥补所需量的缺乏 避免发展成渐进式神经退行性疾病 在年龄增长的同时 血清维生素1浓度也会增加 这可能是因为维生素1在进入脂蛋白血液循环后 会影响血清脂蛋白浓度并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 维生素1缺乏症通常是由于脂肪吸收和代谢异常所导致 可能包括脂肪线、胆管阻塞、脂肪吸收不良和胆质抑制肝脏疾病等 遗传性缺乏也可能是因素之一 导致渐进式神经退行性疾病 维生素1缺乏症可能会导致神经系统疾病 如共济失调、周边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和免疫反应受损等 在婴幼儿时期 维生素1缺乏症的风险更高 可能会导致囊性纤维化和脂肪吸收不良 使用补充剂可以增加血清维生素1水平 维生素1缺乏可能导致多种症状 包括老化、忧郁、焦虑、肥胖、贫血、阳尾、水肿、吊法、疲倦、糖尿病 肌尿酸、冷感症、没精神、睡眠障碍、反应直钝 神经受损、运动失调、肠胃不适、皮肤病害 肌肉衰弱、头发干燥、月经失调、膀胱纤维症 血小板增多、骨质疏松症 甚至可能引发遗传性疾病和代谢性疾病 此外 维生素1缺乏也可能导致平滑肌中褐色素沉淀 维生素1摄取过量 造成的副作用并不常见 可还是依然有副作用的问题 因为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 所以过量摄取容易囤积在体内 因此需避免长期过量摄取 研究表明高剂量维生素1会增加死亡率 和引起其他严重副作用的风险 剂量越高 副作用的严重性风险就越高 高剂量维生素1并不能预防心脏病或癌症 反而可能提高心脏病的发病率 特别是对于中高龄的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患者 此外 长期大量摄取维生素1的男性 比摄取安慰剂的男性更有可能罹患前列腺癌 风险高达17% 维生素1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 因此摄取过量会在体内囤积 导致肝脏中毒和肝脏纤维化等问题 过量摄取维生素1还可能引起恶心 呕吐 眩晕 头晕 疲劳 腹泻 虚弱 头痛 皮疹 瘀青 出血 肺栓色 视力模糊 血脂过高 腹部不适 下肢水肿 肌肉无力 胃部痙攣 视力模糊 免疫力下降 血液凝固障碍 血栓性静脉炎 血清 甲状腺素下降 降低维生素A和维生素K的利用率 增加出血性脑中风的风险等副作用 应该避免过量摄入维生素1 总之 过量摄取维生素1可能会引起严重副作用 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发生 并且过量摄取会让身体器官增加负担 妨碍吸收其他维生素 干扰体内原有抗氧化剂 导致无法预防心血管疾病等作用 需留意维生素1摄取的时期 1.早产儿与体重较轻的婴儿 早产儿与体重较轻的婴儿体内 储存维生素1的量会比正常足月生产的婴儿低 胆岩合成量也较少 容易导致对脂质的吸收状况不佳 进而影响到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2.脂肪吸收不良 当肝脏疾病如脂肪泻、胆管阻塞、胆肢抑制等发生时 通常都会影响到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导致维生素缺乏 3.糖尿病并发血管病变 当糖尿病伴随血管病变 肾脏疾病或视网膜病变时 适量摄取维生素C 维生素1及维量元素C 能有助于促进血管胶原的形成 减缓维量蛋白尿及改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4.血管成型术 在血管成型术后 由于抗氧化相关的维生素可能会干扰伤口愈合 在没有医疗专业人员指导下 应避免摄取维生素1和其他抗氧化维生素 5.糖尿病 当男性体内维生素1较低时 会比一般人提高4倍的几率罹患糖尿病 过量维生素1也可能会增加糖尿病罹患心衰竭的风险 当有糖尿病时 应避免摄取高剂量的维生素1 6.心脏病 维生素1有几率会增加心脏病的死亡风险 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高剂量维生素1 会干扰体内自然产生的抗氧化激转 所以心脏病患者需避免摄取高剂量维生素1 7.缺乏维生素K 摄取大量的维生素1与维生素A时 维生素K的吸收容易会被干扰造成胆质排放不顺 因此会导致维生素K缺乏的人引起明显问题的恶化 维生素K的缺乏 也可能因为油脂食物消化不良 造成维生素K吸收不易 与小肠吸收功能上的障碍 以及腹泻等情形 使得维生素K会有缺乏的现象 8.视网膜色素病变 高剂量的维生素1 容易加速视网膜色素病变的患者丧失势力 可摄取极少量的维生素1 较不易引起这状况 因此有视网膜色素病变的人 应避免摄取高剂量的维生素1 9.出血缺陷 维生素1会提升抗凝血能力 可能会造成出血缺陷恶化 因此有出血缺陷时 应避免摄取维生素1 10.头部与颈部癌症 有研究证实 抗氧化剂易降低放射线治疗的效果 虽然治疗头 即颈部癌症可降低36%到38年膜炎发生率 却会降低局部癌细胞的控制率 过量的维生素1 也容易会增加癌症复发的几率 11.摄护腺癌 研究显示服用过量的维生素1 可能会增加摄护腺癌的风险 并且无法降低癌症发生率 更进一步的研究也显示 这种看似无害的生物性活跃成分 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并且可能会使已有摄护腺癌的病情恶化 因此需要注意避免过量服用维生素1 12.中风 适当的维生素1可以控制血小板聚集 但过量摄取可能会增加22%的出血性脑中风的风险 当身体受伤时 伤口的血液较不易凝结 造成出血和流血不止的可能性增加 更可能导致脑部出血不止 引起出血性中风 增加中风患者死亡的风险 13.手术前后 维生素1会提升抗瘾血力 因此在手术期间 或手术后可能会增加出血风险 为了降低这个风险 在手术前最好提前两周停止摄取维生素1 14.环包0 研究显示 摄取大量维生素1 尤其是在同时使用环包0治疗时 可能会增加环包0的吸收量 进而影响治疗效果和增加副作用 因此患者在接受环包0治疗时 应避免摄取过量维生素1 15.会被肝脏分解的药物 研究发现摄取大量维生素1 会影响肝脏对于一些药物的代谢速度 包括科多可纳措、医区康座、菲索菲纳定、三座轮 落法、他听等 使得这些药物的效果降低 因此 摄取维生素1时需注意这些药物的使用 16.治疗癌症药物 研究发现维生素1 有可能增加摄护腺癌的风险 并且服用过量维生素1 会提升抗凝血 进而增加手术前后的出血风险 此外 摄取大量维生素1 与某些药物同时使用会增加药物的副作用 在治疗癌症时 维生素1对癌症药物的影响有可能降低或强化 因此应在医师指导下摄取 17.血液减缓凝结药物 摄取维生素1与使用减缓血液凝结的药物 如阿斯P0、宝栓通、黛克菲纳、布罗芬、奈普生 达甘素、甘素、华法磷等 同时使用时 会增加瘀青和出血的风险 因此需与医师讨论并适当调整用药 18.降胆固醇相关药物 维生素1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C和C在与降胆固醇药物阿托法他听 福之宁、华法他听、普罚他听等药物同时使用时 可能会降低降胆固醇药物的效果 因此在使用这些药物时 建议与医生讨论是否需要摄取这些营养素 19.烟减酸 使用维生素B3 同时又摄取维生素1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C或C 可能会降低维生素B3 对于降低烟减酸 和提高好胆固醇含量的效果 维生素1是重要的抗氧化剂之一 建议从天然食物中摄取维生素E 因为这样不易引起与药物的交互作用 高剂量维生素E补充品 并不建议在非营养师和医师的指导下服用 特别是在使用抗凝血药物 维生素K缺乏肝脏疾病 手术前后 孕期后期 习惯性流血 月经期间 肝脏疾病 手术前后 服用药物 痔疮以及溃疡时等情形 高剂量维生素E的补充品 应该避免过量摄取 因为过量会产生交互作用 导致凝血功能受影响 甚至可能导致血流不止 维生素E的来源 1.坚果类 坚果类包括杏仁 胡桃 腰果 松子 真果 花生 葵瓜子 开心果 以及葵花子人等 2.植物油 植物油包括茶油 麦芽油 榛子油 菜籽油 棕榈油 花生油 橄榄油 大豆油 葵花油 杏仁油 红花油 葵花子油 葵桃子油 芥花子油 亚麻仁油 红花子油 玉米胚芽油 以及小麦胚芽油等 3.颧骨类 颧骨类包括豆类 糙米 白芝麻 黑芝麻 小麦胚芽 以及黄豆制品等 4.蔬果类 蔬果类包括 酪梨菠菜 芦笋 莫菊 玉米 扁桃 芹菜 沙吉果 金针菜 西兰花 马铃薯 以及高丽菜等 5.动物类 动物类包括鱼 蚝 鸡 蛋黄 牛肉猪肉 以及牛油等 6.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包括面包 芝士 杏仁酱 花生酱 爆米花 美乃滋 全脂奶 脱脂奶 一时面食 以及人造奶油等 蔬菜 小麦胚芽 胚芽油等植物油 和坚果类都是含有较多维生素一的食物 其中小麦胚芽含量最高且吸收率较佳 而植物油 和绿叶蔬菜 含有的维生素一 为最好吸收的类型 当人体摄取维生素一时 因为维生素一是脂溶性维生素 所以需要与脂质一起吸收 食物中的维生素一与其他脂质 如油脂等一起消化 这样就能够提高维生素一的吸收率 而人工合成的补充剂通常是纯粹的维生素一 没有其他脂质配合 所以吸收率较低 一般来说食物中的维生素一 吸收率约在51%到80%之间 而补充剂的吸收率约为30% 此外 食物中还有其他的营养素 如维生素A、C、D、K 以及酵素、膳食纤维等 这些营养素相互配合 有助于维生素一的吸收 因此 从食物中摄取维生素一的效果更佳 当摄取越多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时 维生素一的需求量也会增加 因此 同时含有饱和和不饱和脂肪酸的坚果 是很好的维生素一来源 因为坚果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 同时也是丰富的维生素一来源 因此可以满足维生素一的需求 也是富含铭和维生素一的食物 它不仅可以增加免疫力 还能抗氧化 由于坚果含有的维生素一 能预防自由基引起的发炎 因此可以预防多种疾病 此外 坚果中的维生素一也被称为大脑食物 能预防因年纪增长而造成的认知退化 总之 坚果是非常健康的食物 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 但坚果类热量较高 在体重控制时 每日推荐食用坚果种子的量 为一汤匙或每餐一茶匙 包括胡桃 核桃 杏仁果 夏威夷果和巴西坚果等 每日的食用量约为7公克 腰果因为热量较低 每日食用量约为9到10公克 坚果类 植物油 部分骨类 和绿叶蔬菜中都含有维生素一 从食物中摄取维生素一 不仅能摄取到维生素一 还能摄取到其他有益的维生素 如 1 核桃 不仅含有维生素一 还含有丰富的Omega3 脂肪酸 纤维和矿物质 适量食用 可以协助降低血液中低密度质蛋白 维护心脏健康 提升质力 降低大肠癌的风险 同时也可以维持体重 减肥 协助大脑健康 2 杏仁 杏仁是坚果中 含有维生素一最多的一种 但是当杏仁果不新鲜时 其含有的脂肪会容易氧化 使得维生素一的效果无法发挥 带壳的杏仁能减缓氧化速度 而无咳的杏仁放入密封瓶或罐中 也可以降低氧化速度 维持新鲜 3 橄榄油 橄榄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一 汗多酚 可预防癌症并降低癌细胞的生成 但是维生素一 和分类物质在加热后容易流失 所以橄榄油比较适合用于冷盘调味 4 糙米 糙米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锡 和维生素一有益于肺部健康并改善气喘症状 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炎的人 通常吸合维生素一的含量较少 维生素一是一种重要的维生素 不仅可以保护细胞免受氧化伤害 还可以支持免疫系统 心血管健康 神经系统健康等 维生素一主要存在于坚果 种子 植物油 部分骨类和绿叶蔬菜中 因此饮食均衡 就可以摄取足够的维生素一 和其他有益的营养素 维持均衡饮食可获得足够的营养素 并且能够帮助达到体重管理 减肥 预防疾病等目的 维生素一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 可以预防疾病和延缓衰老 平时可以通过饮食均衡摄取足够的维生素一 维生素一营养补充品 有人工合成 半人造 生育三细分 高度精炼 低度炼质 高γ维他命一等六种 在选择补充品时 建议可以咨询医生或营养师 以最适合自己需求的营养补充品摄取 补充维生素一可以通过饮食 和营养补充品的方式来摄取 但是不同的维生素一形态其作用 和需求量也不相同 维生素一的抗氧化能力较强的是γ和δ形态 而市售的维生素一保健食品主要是α形态 如果摄取过量反而会抑制其他形态维生素一的吸收 增加罹患疾病的风险 因此在补充维生素一时需要注意适量 并选择多种形态的维生素一 在摄取维生素一补充剂时 最好在饭后服用 维生素一也可以用于保养皮肤 但效果可能因使用方法和皮肤状态 不同的因素而有所改变 例如环境、生活习惯、个人体质等 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脂肪分泌过多 或缺乏水分而有油性或干性皮肤 也有可能会因为过敏 或其他疾病而有红肿、发痒等不适的皮肤状态 市面上的一些保养品有添加维生素一 在涂抹保养皮肤时 也会因为当时皮肤的状态 环境、生活习惯和个人体质 维生素一分子大小 而有所影响 所以大多都只有局部的改善效果 维生素一在吸收上比食物最佳 效果也最好 其次可以通过补充剂的形式摄取维生素一 第三种方式是通过保养品的形式使用维生素一 这种方式的吸收和效果可能不如食物和补充剂 所以如果想要摄取维生素一 最好还是从食物中获取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院子 女将冠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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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 nhé eje 以兔兔兔兔叩 以兔兔兔兔兔叩 的 的 金 的 小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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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